孙政才基要秘书华荣高管遭妻子实名举报 情人60多个 近日继中国华荣前任党委书记董事长赖小民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不到一年的时间 中国华荣又一江西级高管黄新 涉嫌严重违纪被其妻子万利利实名举报 其妻子称黄新涉嫌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贪污受贿拥有情人60多名 并且花巨资嫖娼每次3000元 9日晚间中国华荣回复北京新金报称 公司党委纪委高度重视关于公司员工黄新个人问题的举报 在收到有关问题线索后 公司纪委第一时间认真组织开展核查工作 并多次向举报人被举报人了解相关情况 目前核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一经查实公司将一纪一规严肃处理 绝不姑息 8日大陆网上流传自称是中国华荣高管黄新妻子万利利的举报视频 视频内容显示 我叫万利利 中国华荣发展研究部高级经理黄新的妻子 黄新原来是孙政才的基要秘书 中国华荣赖小民的小弟 我现在实名举报黄新涉嫌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贪污受贿 拥有情人60多名 并且花巨资嫖娼 每次3000元 有多处非法所得房产 登记在他二姐和四姐名下 黄新还用他二姐四姐及外甥的名义 开办多家公司 黄新直接参与经营 一次我和黄新吵架时得知 2016年黄新利用职权盗取中国华荣一枚公章 私自与外商签订合同 贪污15万美金 并在香港开设联名户 把钱转到国内消费 此事给中国华荣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黄新还多次威胁我 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 另外黄新为了保住自己的仕途和名声 伪造协议 模仿我本人签字 在朋友圈自圆其说 称妻子的举报是假的 在4月8日的视频举报之前 万莉莉也曾在3月中旬 在网路上对黄新公开举报 对于此前的举报 黄新曾表示 妻子造谣说其养情人 生活腐化 她已经聘请律师维权 此外 4月2日 黄新朋友圈发布了两份道歉信 但是4月8日 万莉莉在视频中称道道歉信签名系黄新伪造 对此经济观察网记者联系黄新多次拨打电话 显示关机 过去一年 中国华融多次被推到风口浪尖 2018年4月17日 中国华融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赖小民被查 2018年10月15日 赖小民被双开 近日中国华融发布赖小民落马后的首份年报 中国华融仍在受赖小民落马余波的影响 年报显示中国华融业绩大幅下滑 实现归属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15.76亿元 同比下降92.8% 赖小民落马后 华融集团曾多次召开党建会议 反思赖小民流毒危害 人员变动频繁 据北京新京报不完全统计 在赖小民落马前后 华融系有19名高管的职务发生变动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 华融系除了赖小民之外 另有4名高管被捕 2019年1月22日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发布公告称 天津检察机关 依法对华融职业有限责任公司 原董事长汪平华 中国华融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总经理白天辉 中国华融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原副总经理郭金彤 华融贵阳职业责任公司 原副总经理赵子春等决定逮捕 被捕4人均涉嫌受贿罪 原副总经理赵子 kalau被捕4人均匀 董事務不断 你还要生意 150人均匀